这个话,那个因为这个 本来是insert,上面需要做DB的动作 那DB需要 DB create create的这个方法 那在那个local storage里面不需要 所以那些都可以把它杀掉 可以把它移除掉,不需要 那我这边有做哪些事情,第一个 宣告的部分的话,我就不宣告那个资料库了 那我顶多宣告什么,宣告个data 这个宣告个data data的里面,预设值,我看也给诺 预设值给诺,比如说这个 一个data data的话是放最后的东西,然后 宣告一个 MUM,lumber指的是 这边我是在insert的时候 会用到一个这个,地标,第几个地标 那就是存,存的时候存到那个 这个set title里面的话,我会有地标1,地标2,地标3 那里面的话,一样 存那个,就是里面的资料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这个连结都一样 连结部分,也是连结有三个按钮 一个是insert insert就是新增 show的话就是显示所有的那个资料 然后在insert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做完的类似,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是资料库 然后呢,我用 我这边先把它显示出来,里面已经有,先删掉了 删掉在显示的话,里面现在零笔 那其实我这个删除非常的简单 就是什么呢 就是local story 点 clear 有没有 clear里面就删掉了,里面就空了,对不对 那空了之后的话呢,再来 那我要新增的话,基本上就是 地标1 按新增 一样会有新增成功的讯息 地标2 新增 一样会有新增成功 地标3,好,假设一样的动作 123 再来,我要怎么样,显示所有地标 按下去的话 刚刚资料库是slate什么什么,所有 就是要下一个sicle 语法 可是在这里不需要,你只要跑一个回圈 for i 等于0到那个 local story的长度,有没有 那把它所有东西抓回来,放在底下 有没有 资料有三笔 地标 地标1 地标2 地标3 那因为我这边的话,把它改,原来叫username吧,我觉得username 不是很确 不是很正确 把它改一下 那其实 就可以做出来,跟那个什么 Database,一模一样的结果 不是用Database 那这里的话